我们就来看看了一名女网友 她就分享说她点了这个汤包 注明说酱油不要酸 结果收到食物的时候店家很幽默 可能现在天气太热了 想要来冷一下 讲个冷笑话 在她的餐盒上面写了11个字 我们看到这外盒写的是我们只装傻 另一侧写的是我们从不装蒜 网友就说了 这个店家也太有创意了 实在有点幽默 不过也有人觉得还蛮冷的 好那继续来看到是牛肉汤 是台南超级无敌知名的美食之一 有一种说法 如果在台南如果你没有去喝牛肉汤 你等于是没有去过台南嘛 所以呢专程跑一趟值得啦 很正常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 真的吗 如果你来回140分钟 你会为了这碗牛肉汤 而骑车或开车开这么久吗 网友说真的很值得 在脸书上就有人发问了 好大家都说 如果你喝了牛肉汤 你可能会超过一万多个赞 好还有网友还说呢 很值得的原因是因为 牛肉汤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好喝 有人从台南跑去墾丁 吃完再跑回来 实在是很夸张 也有人说呢 从台中开过去 就是想喝碗汤吃个阳春面 再回到台中 你也如此吗 如果你也这么爱台南的牛肉汤 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来互动一下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